好,我们一起讨论《论语工业长》 第十二条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爱文艺》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爱文艺》 这里通过子贡之口 讨论孔子的文章和信与天道 所谓的文章是指 德性限于外的文献文产 包括《诗书礼艺》 这些典籍也包含 那么限于外的 行于外的 这个容貌、姿态 子贡说孔子的 那么这些限于外的容貌 神采 他的诗书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见得到 但是《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爱文艺》 这里核心是信与天道 什么是性 性就是我们说的本性、本质 性既包含人之性 也包含物之性 对于性的追求 当然这是我们说今天表述 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追求 对本质的追求 孔子 孔子从这边来说 指贡说 这个不可得爱文艺 孔子不让说 所以这番弟子也听不到 为什么 这个孔子很少说性 很少说天道 传统儒家的说法 孔子是因财施教 那么 因财施教 要根据每个人的修行的境界 然后 要告诉他能够 告诉一些力所能及的 能够随时在生命中 能够践行的这些道路 而信与天道 这是最抽象的 最玄妙的 因此 孔子平常 也不随时把信与天道挂在嘴边 另外一种说法是 孔子呢 他用的都是一些 我们今天说的小词 small words 不是big words 不是大词 这个小词恰恰是最贴近 是个人生命的 宏大的词 天道啊 信啊 对远离人的本性 因此呢 夫子很少去说 当然弟子就无从得爱文 但是 孔子 我们今天看论语 看满篇当然会讨论很多的做人的道理 但是同时他也讨论信 也讨论天道 孔门 当然 当然这个 论语和孟子都有彻重 大学中庸都有彻重 我们今天所理解狭义的天道 那么在中庸 在戏词 都有非常精妙的完成的表述 但是 在论语中 我们确实看的很少 确实看的很少 当然这个后如还有一种解释 那么后如解释就是 是 夫子之言 之文章 他所表达的 他所向弟子们述说的 传授的 那恰恰是 是 儒学的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儒学的 所谓的道德的形上学 就通过 每个人道德的培养 来通达天道 而不是 直接告诉你天道 至上而下的去 让你去理智的消化 而是让你在你生命中 至下而上 通过道德 每个人只要完成自己的生命 完成人德 完成自己的人德 就完成了本性 从而来就实现了天道 这几种说法 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实际上大家都在揣测 子贡所提出来 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性与天道不可得爱人 何以不可得爱人 到底是听者的问题 还是言者的问题 还是言者与听者的问题 还是孔子自觉的 建构的一条精神道路 那么这些说法 我想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思考 好 这是这一章的基本内容 是不复杂的 这是我们的意见